现在很流行这个出国结婚 当然出国结婚的话 要带的东西就更多了 尤其是女生从头到脚 像高跟鞋啊等等 万一在这个行李箱里面 没有弄好运送的过程中 高跟鞋跟断了 那就惨了 怎么办呢 有饭店的管家 还有收纳达人 在今天新闻当中 要跟我们分享几个小技巧 行李箱大小固定 但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头 放更多东西 而且放得安稳 就考验你的打包学问 假期结束 满满的真丽品 包括有礼盒 高跟鞋 还有你想带回去的红酒 到底要怎么放进去 已经全部都是衣服的行李箱里头 现在就要教你 衣服卷成这个样 一来可以省空间 二来上头也不容易产生折痕 但衣服好解决 女生的高跟鞋 这该怎么办 所以高跟鞋的部分 可以两边交叉来去做摆放 体积比例跟位置空间 会比较能够腾出更多 交叉放避免斜跟断 但像这样的玻璃制品 就得更小心点 酒类最怕摔疑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衣服把它包覆住 包好放在行李箱的中间 一旁衣物减缓碰撞力道 可以知道什么东西 放什么位置也是美感 像换洗衣物 尽量往行李箱的底部塞 上方在堆叠有重量的物品 借此固定 而上方的小空间别浪费 一些零零口口的化妆包 或是电器用品 行李箱收纳这么做 巧妙运用就能利用物品的弹性 减少碰撞 满载而归 记住刚刚几个打包的诀窍了吗 这样子你也可以小小空间 有超大利用 中间新闻6月韩志兴 台中报道